我們會繼續堅負使命堅持舉辦能夠表揚我們戲劇藝術工作者出色表現的頒獎 我們繼續維持選舉,直至我們所有客觀條件都做不到 儘管我們主觀意願仍然很強烈,到時再說 美法局昨天晚上發出補充聲明 子劇協邀請時事漫畫家專旨和前港台記者蔡玉玲擔任頒獎嘉賓 主持人以紅橋、紅線為話題系衣有所指,與戴相關 香港戲劇協會會長馮鹿得子 當時的舞台設計純粹以美學出發,但被人以偏見去看待 形容當戴個眼鏡有顏色,看什麼都有顏色 以往也曾邀請時裝、化妝、體育及新聞界人士擔任頒獎嘉賓 反問漫畫和電影是否不屬於藝術 又稱邀請嘉賓不代表認同對方的立場 而是出於對他們的藝術成就的尊重 另外他就說主持人是說紅條紅線的話題 關於底線尤其現在這麼敏感 但是我們不完全透徹了解的情況下 我們不止一次在正式場合、非正式場合 公開明顯提出究竟我們底線去到多少 對於主持談及紅線的話題 馮鹿得指 劇協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明顯提出 但不獲通知 主持人作為藝術家不能直接提出心聲 形容有則改之、無則加冕 他不理解局方為什麼要在這方面發揮 而頒獎勵一直以合法、合理、合情的原則舉辦 自然會提醒得獎者發表感言事盡量留意 他又回應局方指 企業在沒有主動商討下偏離以往做法的指控 此局方從來沒有要求要事先交代有關頒獎禮的計劃 也無需獲得批准 郵青已經連續多屆有設定頒獎禮主題 他認同今次事件打疾業界的士氣 郵青不會刻求局方的資助 日後即使在資源貧乏的情況下 仍然會繼續用心舉辦頒獎禮 直至客觀的條件不允許 藝法局不是帶領我們去發展香港藝術 如果我們被外人不合理地投訴或者查詢 你不是瞭解清楚來引導我們甚至保護我們嗎 身兼劇協幹事的舞台劇編劇莊梅岩 對局方的做法感到失望和憤怒 他指劇協示範了一次 原來藝法局小氣到這個地步 認為對方赤裸和醜陋地打壓 形容在局方的眼中 紅線兩字都是一種禁忌 但憑一兩個人的指控 來指控和懲罰業界 他指從來沒有想像談及紅線都有問題 認為他們真的想不到這也是問題 又指藝術行政的想像力 豐富過我們做創作人的想像力 他繼續批評 當局如果因為活動邀請了他們不喜歡的人出席活動 就扣減資助 如同欺凌 對於霍啟剛昨天表示 受資助的活動需要儘量降低違反國安法的風險 莊梅岩反駁指不應該以此為由騙殺創作 直言如果我們犯法就告我們 其實很恐怖 我想說國安法那條紅線我們還在摸索 然後他就走過來說 我們怕你犯了國安法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如果我們犯法你就去告我們 你就不要說我怕你犯法